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树山姆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游戏空间 看到这个游戏画面是不是非常的亲切啊 战斧一代 这款游戏呢出的时间很早啊 在80年代末期就出了 那么出了很多的这个版本 其中街机版和MD世家游戏版是最经典的 那么作为游戏的内容 MD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款世家的战斧 它的游戏内容要比积极版的内容要多一关啊 在积极版当中让我们打败这个 boss啊救下国王就可以通关了 那么实际上呢在救完国王之后 要进入城堡击杀掉boss的真身 才可以通关啊 那么在MD版当中呢 这个内容得以扩展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挑战啊 也就是咱们的玩家啊 玩的一般为大家带来的全程只用跳渣啊 就是禁止一切的技能 还有道具 只用跳渣通关 是不是非常的牛逼 这个跳渣的时机很难找握啊 很多朋友都非常痴迷这招 因为这招伤害很高 但是由于这个游戏里面的敌人的AI也很高 你去扎他的时候啊 他总是会向上移动 或者向下移动跟你错开啊 但是我们看高手的他的这个打法是向后啊 因为 老游戏的AI都是你向后移动 他就向前走 他就向你靠近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可以我们可以去 为我们所利用 先一个反跑 然后再一个大跳 两种方法 一种是敌人如果是站立的状态下 可以采用反跑 如果敌人倒地的话 可以在他的倒地时间 计算好压时间差 压时间差 主要是针对于boss战啊 因为boss血量比较高 本身跳渣的这个伤害就特别爆表 一般小兵渣一到两下就死了 虽然没有必要去压起身 如果是boss的话就要去压起身了 看来这位玩家也是很谦虚的啊 名字起的是玩的一般 但是水平是很高的 骷髅王 骷髅王在这个战斧当中 算是比较厉害的敌人了啊 就像精英敌人 精英怪 二官的boss设计的就是骷髅 骷髅兵 但这个骷髅兵的血量确实很少 一个跳渣直接没了啊 当年游戏厅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都觉得很坑啊 为啥呢因为游戏厅老板很坏的他把这个游戏调成一条命 然后只有三格血 底下的蓝条呢就代表玩家的血量啊 每格就是一格血量 其实这个游戏的最高上限可以调到五格血啊 一般我们就是用家用机玩的话都会自己去调血啊 把它调到五格 然后人物调成五命 最早刚出现游戏机的时候啊 就是除了街机游戏以外 像这种家用机最早的他们的运营模式呢 其实不是说包机啊 包机都是后来才出现的包机 比如说一个小时三块钱 或者一个小时五块钱的这种啊 让你包着玩 在最早的时候呢 这种家用机像小霸王啊 或者是这个世家MD的黑机子 大多数都是以这个次数啊 比如说我三毛钱玩一把啊 有有有 咱们看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一段的啊 因为那个时候你根本拿不出一块钱 在那个年代一块钱很牛逼了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三毛钱啊 给老板三毛钱啊 给你开一局 包括魂斗罗啊 双戒龙啊 都是三毛钱一局啊 打完了你就下课啊 那个时候水平很刺的啊 上去可能第一关都过不了就死了 所以说下一个人又掏三毛钱 又来一把啊 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战斧 也是这样的形式啊 当然那会儿也有高手啊 一个三毛钱玩好久 老板的脸就掉的很长啊 不高兴 因为耽误他的生意 好 这个boss呢 就可以利用压起身的方式啊 来回的跳压 操作非常的牛逼啊 那么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节目呢 别忘了给大家给来个点赞 支持一下啊 您的点赞是对我们的最大的支持了 好 来到倒数第二关啊 这一关的这个音乐啊 听起来比较恐怖啊 而且机关满地都是骷髅啊 挺瘆人 小时候最怕打这一关啊 大家自己打这个游戏的时候就扎不到人啊 像我打这个游戏我就扎不到人 这个反跑跳渣呢 看着很简单啊 但是操作起来难度还是挺大的 游戏里有很多的这个角色的 咱们玩过很多街西游戏里面的一些游戏 角色技能啊 那你像这种跳渣的这种技能 就是非常的好看 而且很实用 所以即便你去重复使用 重复的去啊 打 在视觉上呢 也没有出现疲劳 类似恐龙快打的黄帽啊 这个前前A 就是那个大飞腿 那很多朋友玩这个游戏 全程只用这一招 但是玩起来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逆的感觉啊 这就是因为这招设计的非常的漂亮 包括名将的队长 那招喷火啊 给大家留下的都印象都很深 即便你全程用这招呢 都不会有什么视觉疲劳 这就是招数设计的漂亮 而且这种招数很难发啊 很难打到人 然后打到人之后呢 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战斧这个游戏呢 从一代开始啊 然后延续到二代直到三代 三代出完之后呢 隔了很久 没有再出续作了 最后呢出了一个战斧后转 在战斧后转当中呢 这个一代的主角老头啊 已经老得不像样了 他已经无法就是独立的战斗了 那么他会骑到一个巨人身上啊 具体的这个剧情我忘了 但是他是坐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啊 那么最终boss战的时候呢 他也是为了团队啊 牺牲了自己 和boss同归于尽了 再后来就再没有出过任何战斧的游戏了啊 就是正统的续作 再没有了 好的 这边呢来到了游戏的最后一关啊 接机版的这一关呢 就是中最终关了 但是在md版当中呢 我们这一关只是一个 假剧情啊 就是假结局 真结局 要进到城堡以后 战斧游戏里面的小别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 尤其是你跟他 这个距离拉开啊 他会无脑的向你冲撞 大剑冰 这个大剑冰很厉害的 一般打这里都必须要骑龙 不骑龙的话你没法打 敌人的路线不对啊 所以扎不到 因为你去扎他的话 他会给你始终保持在一个错位的状态 歪轴状态 这一打的很艰辛 剩一个就好打了 好的 接下来来到boss战 这个boss相对来说要简单一点啊 比真身的难度简单多了 好一个大众啊 两个小兵 等一会还有这个小骷髅 拿锤子的大壮你不能在他身边走啊 在他身边走他会把你抓起来 他跟其他敌人不一样啊 其他敌人你可以从他身边溜过去 但这个敌人不行 好boss出来了 boss会带上两个这个骷髅兵 MD的老游戏呢 他会有一个就是敌人的这个战术 万年不变的战术就是绕背啊 多一个敌人以后他就会绕你的背 我等你 再来一下 应该就过了 差不多了 还得来一下 MD版的敌人的血量比较厚 好的 这边就下国王 对话之后 得知这个真身 boss的真身 实际上在这个城堡里面 那现在还要去城堡里面 去击败这个真身 当年有幸在 看别人玩的时候 就小时候 有 高手打到这一关了 很少很少 有人能打到这一关 这边可以利用地形 把敌人骗下去 还有人的猪猪耳朵 别人的猪猪耳朵 我们要去带车 我们也要去掉 这个猪猪耳朵 这边要去水 让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 就好 来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 在这个县 小偷还挺可爱的 好这边有两个大剑兵啊 但是可以利用地形杀 把他们赶到这个悬崖当中去 他们的体型比较大 所以这边的空间好像他们跳不下去 只能把他们打下去 好 直接空中拦截 这就是大剑的牛逼之处 好的 终于来到最终boss 这个boss 你不能被他打倒地啊 打倒地的话 他会释放你的技能 女人的技能是火龙啊 火龙吐息 刚才好在不是被boss打倒啊 不能距离太远啊 太远的话 这个boss会发列地展 好的 过关啊 这个真身比假身的这个血量还要低啊 那么好的 今天的战斧的挑战结束了 让我们掌声送给玩的一般 被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也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game over